哈喽,大家好,我是Hana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用电锅做的 利西张奶油鲑鱼 做法跟材料都很简单 就能享受鲑鱼的好滋味 用电锅张的鲑鱼真的好吃哦 首先把鲑鱼清洗干净之后 把表面的水分擦干 接着两面都均匀 抹上一点盐巴 然后让它放置10分钟 接下来洋葱切丝 把红西菇底部去掉之后 用手拨上备用 鲑鱼差不多好了 把鲑鱼表面的水分擦干 准备一张可以放得下材料塞着的鲑鱼 首先均匀铺上洋葱丝 接着 摆上鲑鱼 也要把红西菇 均匀放在鲑鱼上面 撒上细量的盐巴干黑胡椒粉 调味 淋上一大级的米酒 最后把奶油放在上面 然后像这样 把鱼箔纸封起来 要紧密封住哦 编曲 垫锅外锅 cios 两杯水 一个盘子放进来 然后把鲑鱼放在盘子上面 盖上盖子之后 开始煮 我觉得电锅很方便 我没有电锅的时候 每次用平底锅蒸的 感觉很麻烦 但现在我有电锅 方便多了 跳起来之后 把盘子拿出来 切割一下有没有手 奶油很香 看起来强功了 换个盘子 这样比较不会烫 放上一些葱花 吃之前 淋上一点的酱油干柠檬汁 像这样 非常好吃的 第四张奶油鲑鱼 就完成了 做法跟材料 都很简单 都很简单 很轻松 就能做出 很美味的一道菜 而且 而且 用电锅中的鲑鱼 很滑嫩 很好吃 谢谢电锅 好啰 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里 喜欢今天的分享吗 喜欢的话 帮我按赞 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